大家都还记得 1999年3月 美国为首的北约 在没有获得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 悍然对南联盟进行78天的持续轰炸 轰炸至少造成2500名无辜平民死亡 约1万人受伤 其中大部分是平民 过去20年来 美国在叙利亚 伊拉克 阿富汗 索马里等地 发动了数万次空袭 无辜死亡的平民数量至少有2.2万 最高获达4.8万之多 美国在关心乌克兰人民的同时 是不是应该首先 对上述这些军事行动中的平民伤亡 也表示一下关切呢 中方向乌克兰方面提供的 是食品 儿童奶粉 睡袋 棉被 放巢电 正急需的人道主义物资 而美方 提供的却是致命性武器 3月16日 美方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额外 8亿美元武器援助 本周 美国对乌克兰武器援助的总额 就达到10亿美元 对于乌克兰的平民来说 他们更需要的是食品和睡袋 还是机枪和炮弹 感谢观看